我们接着上一堂课来讲啊 然后先打开上一次的工程 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能返回到这个触摸点 返回到触摸点之后 然后是这个返回这个按钮 获取 因为在这个就是咱们的UI5U上面 有九宫格相当于是九格按钮 我得获取我的手指触摸在按钮上 才能让它连接 因为屏幕上我任意一个位置 我都是可以触摸的 对不对 获取 触摸到的按钮 那么这个 咱们在touch母 它和touch笔干 touchn的里面都可以用到 都会用到 所以说咱们也是要把它抽代码抽出来 抽代码 然后是什么呢 获取 触摸到的按钮 那么咱们这个就是有可能能触摸的按钮 有可能触摸不到 所以说咱们也用到这个swift的一个类型 叫做可选类型 其实上一个这里也一样 也可以用作一个可选类型 好比说咱们先声明一个函数 是按钮 按你的位置呢 是根据什么咱们的这个pos根据这个点来的 withpoint 它是一个点 这个点的类型呢 肯定是一个什么cgpoint类型 然后函数有一个返回值 ui button 可选类型 可有可无嘛 有可能我出没的按钮 有可能是出没在别的地方 做一个for循环 先要看什么 看我这个就是 在这个集合中有没有它 btn in self select btn selectar 在这个集合里面 看他有没有包括在里面去 咱们就是if这个cgrect contents 包括 是不是两个点都比较 看这个点有没有在这个范围内 哪个点呢 就是咱们触摸到的这个点 在这个什么 在不在这个按钮的范围内 这表示什么 表示 按钮 表示 表示 呃 靠 靠近 按钮 就 连接 获取 获取到了 咱们就要进行什么 返回 比如说直接返回这个btn 可以吗 肯定是不行的 它是个可选类型 对不对 所以说是什么btn 爱自一个什么可选类型 这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 破讯完没拿到 咱们得注意 撑一个什么 空的 表示没有 没有拿到这个就是 没有 没有 触摸到这个按钮 就听一个空 好 咱们先编译一下 编译是成功的 那么咱们在这 就要调用什么 这个方法了 一个什么 按钮 按钮的内型是 一个UI button 什么 可选内型的 等于 self.button 位置什么 POS传过去 对吧 咱们先获取到 手指在屏幕上的 触摸点 然后看这个点 有没有触摸到 什么按钮 然后是啥 然后是判断 判断我拿到的 这个按钮 有没有 直接用这个 self.select btn selectar.contents 一个contents 什么object 就是看什么 在我这个集合中 有没有这个按钮 集合中有没有按钮 如果它等于等于 false 这表示什么 表示 触摸到的按钮 并没有在集合中 那么没在集合中 咱们就必须干什么 把它加载到这个集合中去 咱们意思是用 他的意思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btn一定是什么 能拿到的 一定能拿到这个按钮 才能去用这个方法 好 那么 如果或许到了之后 把它干什么呢 让它选中 让按钮 选中 选中的话 它就会什么 成这个select 变一个颜色 然后加载到可变数组 cf.select select btnselect .addobject 把什么呢 这个btn 添加进去 然后还干什么 刷新 对吧 让它去连线嘛 set 是这个意思 想一想 咱们在每一次 btn 触摸的时候 然后做这个操作 那么 咱们在move的时候呢 move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获取 屏幕上的触摸点 啊 也要获取 触摸点 然后什么 看这个按钮 有没有在这个 这个 这个当中 如果在的话 你想想这里啊 咱们还得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按钮 有有没有被拿到 判断这个按钮 有没有被拿到 在这里 咱们在这里判断 试一下 然后是 wap pos cjpoint 一个点 self 点point 位置 touch 一样的嘛 它也是需要获取什么 手指在屏幕上的位置 获取位置 这里就不在注释 注释 然后是按钮 btn 运用button 因为在移动中 我要去获取什么 按钮 看它有没有拿到呢 这里这里多加个注释 按钮 不在 数组中 数组中 并且按钮 不为空 咱们这里没判断啊 所以说咱们下面 看一下 如果就是用这种方式 不为空 开始是啥 btn 不等于空 对吧 btn不等于空 然后 并且 一个括号 btn 并且 它在移动过程中 并且它不 没被选中 按钮 未被选中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就是极核中 它肯定是被选中的 现在btn.select select 等于等于 foss 咱们加一个括号 按钮没被选中 并且按钮不为空 那么的 让它加 触摸的过程中 让它什么 选中 并且加载进去 btn.select 等于yes 在乌斯中 是yes 在这里是什么 处 按钮 选中 然后是self.btn.add object 把什么按钮加进去 把触摸移动过程中选中的按钮加入数组 加入数组 我加一个 然后等于上什么了 连一个 对吧 加一个 连一个 所以应该是刷新 self.set neasplay 然后咱们编一下 这里报了一个什么错误 看一下 btn 不等于6 并且select等于foss 加一个空格 咱们就给它加一个空格 咱们就是 OC和swift的语法规范 咱们最好就是什么 那么它就是 加一个空格 不然的话 它就不明白什么 btn是什么 解包类型还是什么 是吧 btn解包和什么 不等于是不是就发生起义了 它并不像OC那么智能了 它游戏的这个语法特别严谨 好 现在编译是没有错误的 注意到这里 然后 在移动过程中 咱们把这个按钮加进去 那么当触摸结束呢 触摸结束很简单 我把什么 把按钮全部都制为什么 就是选中的按钮 之为 未被选中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把 按钮 设为 默认状态吧 设为默认状态 这是把什么呢 把选中的 按钮 设为默认状态 好 咱们咱们就得判断了 这里做最好做个判断 看什么 看咱们的这个 BTN的数族有没有东西 对吧 咱们最好这个换段 这边是数族中有东西 有东西的话什么 便利数族吧 数中就就全部是什么按钮 for 咱们直接index 其实直接BTN也可以啊 咱们换另外一种 index 嗯直接ind吧 forind嘛 另外一种便利方式 in 从0到 他的什么 到他的count-1 然后是 看有没有按钮 这样的话 咱们肯定表示什么 他必须有了 等于sell for.s BTN BTN select -object index index 这样的话 按钮是什么 按钮是一定有的 所以说咱们是让他什么 一定有 然后拿到按钮之后 设置为什么 设置为未被选中状态 最后是啥 我在刚开始 begin touch begin的时候 然后让他继续画 然后绘制 move的时候也在绘制 按着之后呢 应该清空这个数组再次绘制 对不对 CF cf.s alive btn stack 直接咱们点remove 我 我不这个词 清空 数组 清空数组之后 咱们就让他什么 再次绘制一下 这是 界面 重绘 那么咱们这个touch move 和touch begin touch 认的一个完整的触摸 已经写完了 那么咱们现在就是干啥 draw rex 进行绘制 绘制的时候咱们最好先判断一下 有没有什么按钮 没有的话咱们直接不做嘛 是不是 if cf.select btn select.count 是什么 等于0吧 等于0 咱们直接return 是不是 没有选中按钮 没有选中按钮 直接返回 然后是什么 往下操作表示什么 它肯定有了 有按钮 对吧 则 绘制 好 咱们这里创建一个路径 绘制肯定是有路径的 咱们用这个 被踩的曲线 UI 这个 被踩的曲线 先创建一个 UI 被踩的曲线 创建路径 这个路径怎么来呢 肯定是通过这个按钮的集合来操作 咱们之间什么 f index 在哪个里面呢 在这的话其实肯定是这个就是毕竟看的是什么有值的对不对 咱们直接循环它 是这个index in 012 三个点啊 三个点 self self bts bts select counter 减1 然后创建 按钮 就是取这个集合中的按钮 UI button 等于self bts select object in dex 这个其实和咱们上刚刚上面的操作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就涉及到后面的咱们的抽代码 消除容易代码 如果第一个按钮 其实就是什么 每次绘制的起点 每次 每次 绘制的 if index index 等于0 那么什么了 pass 点 move bts 移到这个中心点位置去 否则 咱们是不是直接 连接了啊 否则直接连接嘛 pass 点 addline 去 绘制一条线嘛 绘制一条线 连接 好 咱们先编一下 pass 点 addline 啊 这 btn.center 这是注意的 连接到一个点去 缝续环做完之后 这个连接完了 连接完之后 咱们设置可以设置什么 pass 点 n vess 线 宽 然后 UI color 设置填充颜色 color 点 bluecolor 点 set 颜色 绘制 pass 点 struck 绘制 好 好 jore rex 咱们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咱们等一下去看一下效果 好 对 好 对 好 好 对 好 好